刚才咱们已经把鸡牛的这个小接口已经做了一个分招 然后怎么把它结合到咱们的程序里面去呢 现在咱们是为了开发用户头像上传的接口 用户头像上传的接口在咱们的这个优道里面 然后来看一下 也就是咱们最下面的这个接口了 这里应该怎么写呢 阿卜的Avatar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应该怎么去写呢 用户上传的话肯定还是通过接口先上传到咱们本地的服务器 上传的服务器 然后再由咱们的服务器把那张图片提交到鸡牛羽上去 对吧然后呢 青牛云这里你可以看咱们咱们刚才那个完了以后 青牛云这里会产生出这么一个URL了 这个URL的话实际上也就是把那个域名跟咱们的这个上传的文件名保存了一下而已 对吧把这些东西保存了一下 然后咱们可以自己把那个URL构建一下 那个拼拼一下 然后呢 咱们看一下咱们的Model是怎么设计的呢 咱们用过的Model在Avatar这个字段这里 实际上咱们就是在这里为了记录这个URL的 对吧 对了实际上我记得Jungle这里好像有一个URL的 对 Jungle这里本身就有一个URL的字段 这样的一个东西 直接用这个也行 然后直接去使用这个Chair也是完全OK的 这些东西都是OK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Jungle那里Jungle那里的那个所谓的URL的那个Field 这个东西实际上它就是继承的这个ChairField 对吧 这样的 啊 用哪个都行 咱们这里还是也用这个ChairField的吧 因为这里也就是实际上也就是这么一个地址而已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啊 一步一步的都应该先干什么呢 注意这个东西的时候 咱们在写一些逻辑的时候 如果一上来没有思路的话 咱们可以先写诸事 就算是一个小技巧 如果一上来没有思路的话 你可以先通过诸事或者是 哪怕是在纸上画一些那个小光光 像画一些图 画一些小箭头 一步一步的把它连起来 实际上把那些东西连起来以后 咱们的那个思路也就很直观了 对吧 每一步要做什么 每一步要做什么 咱们可以通过这些东西去辅助的 去分析咱们整理咱们这里的思路 咱们这里的话 第一步应该干什么呢 第一步 接收 接收 用户上传的 什么呢 头像 对吧 接收用户上传的这个个人形象 第二步呢 接收完了以后 对 将头像上传奇牛云 对吧 将头像 上传 奇牛 然后呢 第三步 将 装 对 将 装 保存 入 数据库 这样的话 咱们整个的流程就算完了 对吧 然后咱们这里 呃 上传的那个头像 上传的那个头像的 这是大的流程 然后咱们再去看里面的一些细节 用户上传完头像以后 咱们上传到七牛云之前 咱们是不是先把 先应该把那个文件名给它定义一下 对吧 你可以看啊 七牛云咱们在刚才上传的时候 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所有的东西 它全都上传到这一个桶里面 上传到这一个那个 空间里面 而且这里是不会有文件夹的概念的 你上传100个文件 这100个文件全都在这一个空间里面 对吧 所以咱们上传的时候 这个名字可以冲突吗 不能冲突的对吧 如果冲突的话 这里就会覆盖 所以咱们这个名字 是不是应该去给它设计一下 对 这里的名字应该 唯一 对不对 所以这里那个 定义 用户头像 名称 它这里的名称实际上有点类似于 那个缓存里的k 对吧 缓存里的k也是唯一的 如果你那个两个 两个东西的k相同的话 后面的就会把前面的给覆盖 对吧 它这里实际上也是类似的 然后 上传头像的这个过程 如果 咱们这里正在上传奇牛云的时候 上传的过程实际上 如果用户的头像很大 这里会卡住 对吗 这里卡着用户的话 好吗 用户这里提交一下 然后在那里卡他10秒20秒 甚至卡了一分钟 这个对用户来说友好吗 不友好 对吧 所以这里应该怎么做呢 这里应该是 异步 对吧 是不是应该异步的将头像上传到轻入元 对吧 咱们刚才封装的这个过程 这是同步的呢 还是异步的呢 同步的 对吧 如果这里卡10秒的话 如果上传的过程卡10秒的话 咱们这个函数也会卡10秒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 所以咱们上传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再使用谁去呢 咱们前面讲过的 Cellery 对吧 所以你可以看所有这种耗时的处理的话 咱们都适合使用Cellery去做 对吧 好 咱们一起来写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呢 这是整个的一个处理 这是整个的一个处理 然后咱们首先来那个第一步 这里应该怎么做呢 接收用户头像 用户上传上来的头像会 传到哪呢 传到request里面 对吧 这里request里面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 还记得文件上传的这些处理吗 将过里面的文件上传 咱们呢 所有的文件的东西上传上来以后 实际上 看一下 Jangle Jangle温顾这里实际上都有 咱们的文件会上传到哪个字段呢 guide呢还是post呢还是别的什么呢 这里有一个files 对吧 实际上这里用户上传上来的文件呢 都会传到这个files里面来 就这个东西 啊 然后它是这里 这里它一个提交里面可能会上传多个 多种文件 多个文件 然后它会 这个所以files这里是一个字典的类型 它这里是一个什么内幕一文件对象 内幕二文件对象 内幕三文件对象 它是一个字典的结构 这样的一个东西 咱们这里是不是就应该 如果正常写的话 是不是就应该使用这个files files去汲取这些文件 对吧 就快在这边 files 然后去get它的一个文件名 对吧 get的一个内幕或者什么的 这么一个东西 但这样写的话 咱们又得去手动的 呃它它这个文件上传上来以后 它它这里是保存的 它这里呃 接收的是一个文件对象 这里是一个文件对象 它是存在于内存里的一个文件对象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把它内存里的一个文件对象 应该怎么去提取出来呢 内存里的文件对象 咱们是要把这个内存里的文件对象 它实际上是一个数据结构 对吧 这么一个文件对象的一个数据结构 咱怎么把这个对象呃 保存起来 然后上传到轻牛语言上去呢 这个文件对象的助理还还记得吗 之前课上应该讲过吧 咱们这里实际上文件对象怎么保存在这 直接 直接 save save read 这样的一个文件对象 文件对象 file 点什么 read 这么一些函数 写入写入那个写入写入那个硬盘上去 这么一个东西 实际上还有更 这是咱们前面介绍学过的一些方式 就是那个 咱们普通操作一个文件的时候 你open一个什么manage什么的都ok 然后那个操作完了以后 啊 ifu等于他什么操作完了以后 直接再write write进去 然后再去那个给他close一下close close 直接再close一下 然后那个就给他那个保存起来了 对吧 这么这么一个过程 这是前面学到的那些过程 但是现在呢 现在的话咱们用一个 更简单的方式吧 当然 呃 直接使用这个也可以 这里 我想说感的实际上是那个放不表单 通过放不表单的那个形式 放不表单这里实际上 它也是可以处理那个文件对象的 咱们可以这样去做 就是再定一个新的放不表单 咱们来看一下 一个放不表单用来处理一个 一个放不表单的类用来处理一种表单 咱们昨天写完的这个profile form 这个东西只是处理用户的那个 个人个人资料的那些东西的 对吧 然后咱们这里如果想去处理这个 想用表单来处理这个文件对象的上传的话 咱们可以在这里再定一个东西 就是 呃这个叫什么呢 umload form upload form 这样一个东西 forms forms.forms.forms.forms 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呃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直接就是一个form 这里不再是什么model form 昨天咱们定义的那个东西是一个model form 对吧 好 然后呢 这里的话是一个文件的对象 一个咱们叫他什么呢 就叫Avatar吧 Avatar等于一个forms 点image 这样的一个东西 也就一张图面 保存这么一个图片 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完了以后 直接使用这个东西就可以去处理它的相关哪些内容 这里呢 是直接把这个东西 import进来 profile 然后再加一个 upload upload the form 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咱们需要在这里定一个form等于这个东西 然后再往下呢 昨天这里接收的是一个request.post 对吧 对于现在这里呢 咱们的文件是上传到post这里吗 并不是对吧 咱们文件上传到了 files 所以这里直接写一个files 这样的一个 然后呢就是 怎么保存呢 这里的话 实际上就是直接form.save一下就ok 它直接就那个form.save 直接就把那个文件保存到了咱们的硬盘上 然后它会保存到什么地方呢 咱们上传的文件保存到什么地方来着 还有印象吗 然后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就是media media 他有一个media root 还有一个media url 这么一些东西 对于咱们这里来说 重点使用的就是这个media root 这个东西 它这里指明的就是一个文件夹 你把这些东西保存到哪一个文件夹里面去 咱们这里呢就直接叫media media 这样的一个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我这里那个 当我执行form.save的时候 他就直接把这个文件会保存到这么一个文件夹来 这个文件夹这里并没有 咱们并没有手动去创建它 但是啊 jango会自动的把这个东西给创建好 明白吧 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咱们可以先来试一下 当咱们配置完这个东西以后 这个东西就会生效 然后咱们可以先来试一下 这里 咱们可以先随意的返回点东西回来 好 然后咱们可以先去看一下 呃 在这里呢 咱们也可以先把这些文件名 呃 包什么 包 p p 可以先把这些文件名什么的给它打印一下 就是k 这里是一个k 呃 然后呢 就是 burner keyring 就是这里上传上来的东西 咱们在处理之前先可以可以先给它打印一下 看一下 好 然后呢就是把这些东西把这些那个那个东西去正常的进行这个上传的一个处理 然后这里会有相关的一些的资段 嗯 嗯 然后 然后 他会他会通过这个 哪去啊 他会通过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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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资段把那些东西给扛过来 嗯 然后咱们来 启动 操作一下 然后点到manage 下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咱们程序里面现在这个状态这里并没有一个叫做media的目录对吧 然后呢咱们可以还是打开咱们的hosts 嗯 然后在这里呢 然后在这里呢就是直接那个通过他来完成一个上传上传文件的话这里呢就是一个post的请求然后这里是127 哎 这个这个请求还没加是吧 还没加到url里面去 咱们给他加一下 url 在 这里 呃 这个ati叫做 这叫upload avata 呃 这个就是user avata upload 给他添加这么一个 这个url 然后 copy过来 开的是几千类似吗 昨天写的是九千类似吗 昨天写的是九千类似吗 哎 敲错了 九千 好 然后呢就是咱们要上传的东西通过post请求这里 保里 然后 咱们这里就是一些那个上传一些二进制的文件了对吧 然后把这个找一张图片图片 图片 啊 找一个 这个 一个小狮子 然后打开 然后呢就是直接去向咱们的服务器先发送一下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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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八十号的吗 ABSOT FORM NOT HIGHTS 这个sale 咦 这个东西 我记得是有sale的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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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记错了 它还是在这里面有 save 稍等我看一下 详细 当然可以正好 详细 这个地方 他这里 他这里之前我记错了 他是在model form这里 在model form这里有seal 我记错了 这是之前的一个例子里面的 然后 那这个方法就没有必要去使用它了 咱们换一个方式 还换那个原始的方式吧 这里的话就是 就不再这样去使用 这里 直接把那个东西干掉 还用之前正常的一个方式 去处理这个文件对象 文件对象这里的话 这个东西呢 他就是会有一些那个文件名相关的一些东西 然后 在这里第一个 第一个kvalue就是一个文件名 k的话是文件名 然后value这里的v的话 就是那个文件对象本身 然后咱们现在要做呢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v 给他seal一下 v 把这个vseal到那个咱们的硬盘上去 然后 看一下 之前上面这里应该也是有打印的 这里没有打印吗 那不错 这里居然没有打印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直接这样写了 在这里呢 就是先把这些东西打印一下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要保存的这个名字 这个k这里实际上就是那个你上传时候的文件名 但用户上传的这个文件名咱们是需要修改一下的 对吧 这里的文件名应该怎么去做呢 FileName 咱们应该给他那个设置成一个唯一的文件名 对吧 这里的文件名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一个用户 一个用户只有一个头像 对吧 一个用户只有一个形象 这个东西的话 最好是跟这个用户直接关联是 对吧 咱们可以那个 因为他上传的是Avatar 这个东西 你保不及用户还会上传一些别的什么类型的一些文件 所以呢 在这里也是给他加上一个 类似于那个k的那么一个东西 直接加上一个前缀 Avatar 然后是后面这里给他拼接上一个用户的UID 用户的 用户那个对象在哪找呢 用户的对象 request.user.id 对吧 还记得这个吧 或者是什么呢 或者是直接在request.sension sension这里是不是也有UID 对吧 这就是咱们那个昨天处理过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样的话 就把这个文件的名字拼接到了咱们的这个地方 然后就是这里这里可以给他那个把文件的后缀 文件名的后缀 比如他是一个勾批记文件还是一个什么什么文件 可以给他拼过来 怎么去找到这个文件名的后缀呢 这个用户上传的文件名在这个k这里 对吧 name 然后这个file 这里是一个file对象 然后这里是file 然后这里是这个name 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里的file对象就是那个文件的实体了 然后这里的name就是用户上传时候的文件名 怎么把这个文件名给他取出来呢 这里就是使用咱们的 importOS模块 OS模块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pys 然后里面有一个 它那个叫什么呢 我记得它有一个直接获取 获取那个 什么什么 哪个 这个 不是我这个也能分出来 但是我记得它有一个直接就能获取它那个扩展名 我记得它是有一个什么est t 哦 试一下 不是 找不到了 我记得它是有一个那个能直接一步到位取出它那个快展名来的一个东西的那先用它吧 也一样 importOS 然后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直接呢 把它的文件的扩展名取出来 咱们叫它ext name扩展名嘛 对吧 然后就是OS 直接把这个东西给它拼过来 这里是name 然后取它的 图1 对吧 然后呢 这里给它再拼过来 这里加上一个点 然后把封号s 不用吗 哦 它有点是吧 这样一个东西对吧 然后 这个东西就没有了 然后呢 就是这个文件文件会保存到什么地方呢 这个文件 什么 什么 都覆盖了 用户的一个头像只允许它那个传一个 对 因为你你微信上的头像你会有两个吗 不会对吧 但那个探探里面如果完全模仿那个探探的话 探探那里是可以允许用户传六张个人 个人的个人的个人的图片的 那个东西的话 他就不是一个个人头像了 他是一个那个个人的其他的一些形象了 如果是说那个东西更完整的那个东西的话 咱们再可以在额外的再多给它加几个字段 那也是 也是为了防止它冲突嘛 对吧 但咱们这里就是一张图片 咱们这里就设计的就是一张图片 这这个 然后再完了以后呢 就是直接去给它那个sale一下 保存到那个咱们的这个路径下面去 呃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 然后那 这里是 呃 这里是怎么保存 呃 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的话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那个在内存里的那么一个文件的对象 它是一个在文 呃 在内存里的文件的对象 我看一下 等等 这个时间是有点长了 好长时间不做这个东西的处理 呃 咱们先上传一个东西试一下 然后我把这个东西呢 给它通过pico给它处理一下 pico import一个dump 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先把这个东西呢 通过dump给它那个打印一下 回头那个再去看一下 它的这个文件的对象的一个类型 好 先这样去操作一下 就是 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因为那个文件保存的那个命令 它这里好像不是sale什么的 它这 它这里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叫做什么stream.io的那么一个文件的类型 呃 稍等 我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 然后直接再sale一下 好 现在算是成功了 然后 哎 这里居然没有打印 呃 咱们能打印去呢 咱们能打印去呢 嗯 这样吧 那个他这里打印不出来 然后咱们直接把那个因为调试的时候调试的时候那个他可有可能会遇到这么一些问题 然后呢咱们就直接呃 把另外一个模块先给提前给大家引入实际上就是那个后面也要说的这个日志模块 日志之前有接触过这个日志吗 有 揀过里的日志 有说过是吧 咱们可以先把那个日志的相关的配置先拿过来 然后那个因为他这里呃 我并呃刚才也现在客场我不知道他这里什么原因那个日志没出来 然后咱们直接那个把日志相关的东西给他弄出来 然后logging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日志的东西咱们呃日志的东西本来是打算明天讲的 然后这里就是相关的东西给他设置成一个debug的类型 好现在先把这个配置放到这里 然后去make dr logs 然后再去看一下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咦还是没有 呃这样吧直接使用log的函数 啊这些input的语句不一定非要写到上面去咱们现在仅仅是为了临时调试然后加的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log 等于 呃 log 这样 该是logo 然后这里是一个 咱们看一下 日志日日日这里呢就是为了调试去使用的然后咱们这里直接使用这个input来看一看 一下吧 哎对对我看一下 啊确实没出完 呃直接通过这个input把相关的东西给他输入一下 handle的jango 这个东西 你走 好然后 然后在打印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去打印了是直接的通过log 什么 这什么 这个东西这个名字是直接跟这个logger这里去匹配的他这里就是给你每一个日志起了一个名字 然后这里的名字是inf 所以他这里你该是logger的时候这里就是直接是inf这么一个东西 呃然后这里是日志的一些函数然后把这些东西给 看一下 呃这里呢就是也给他改一下 这里呢就是也给他改一下 给他打印一下看一下 这里 下面 然后他 看到我把另外的一个东西也同时打印一下 我感觉可能是那个 突然突然感觉可能是那个hostman的问题 好 然后选择这些东西 新的 这里打印是有的 但是上传 没有上传上蓝 诶 欧斯曼这里 哎呀 欧斯曼这里 他不是日的问题 是佩斯曼这里 他压根没上传上蓝 这个还真不太好弄 佩斯曼的这个问题 回头我再看吧 这里确实是一个舒服的地方 之前那个操作的时候 是在页面上去上传的 但是现在页面那里失效了 页面那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到这里上传出现一些问题 先把咱们 这个问题回头我排查一下 这里确实有一些问题 这里算是一些舒服吧 这里主要是在那个文件的上传上 然后咱们可以先把这个后续的一些逻辑 先给他写全了 然后那个这里呢 就是这些东西先给他删掉 剩下的话 剩下的话就是那个当文件这里 上传上来以后 后续的逻辑 咱们可以先给他写写完整 选择哪个 选择哪个 放这一趟 这里可以是什么 我试一下 我试一下 刚才是怎么个状态 咱们这里是一个阿拉塔对吧 阿拉塔 然后另一边就是选择一个文件 比较 比较 好 这里这里出现了 确实确实 这里是Postlearn这里 刚才是Postlearn这里操作的一些问题 然后可以看 他上传上来的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文件 然后这个文件的话 咱们去 这里忘了 忘了开那个什么东西 网络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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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没有他的 嗯 哎 这里是这也没出来 这里就这里就没有必要使用这个了 这里可以直接去打印它了 然后 看一下 主要是我忘了这个文件保存的 他 他应该是这么一个特殊的类型 我忘了 现在时间 隔的时间有点长了 我忘了这个东西的一个接口了 确实是忘了 我先把这个东西打印一下 然后 重新上传一下 咦 老子 还有老子吗 这东西可以关注 大部 哦 这么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哎我这 呃 那么就 这东西想复制都没法复制 上传一个小点上传一个简单的一个代码 文件吧 呃 src 咱们的那个东西在哪呢 src working 还上传这个manage吧 先那个拿这个东西实验一下 呃 别说 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 是 这一段 啊 他是可以这样的 就是上传的时候 上传的时候 那个这个文件本身 他是有一个文件名的 fdmf 然后 他的 有seal吗 content type 然后咱们可以直接 他这里应该是有一个文章 trunks toms 我记得是这样去操作的 对 呃 这里这里那个操作的时候是这样去写 呃 行 刚才看了一下就想彩了 然后这里的话那个就是 就是咱们这里已经给他定义好了一个新的文件名 对吧 然后 他这个本身的文件呢 已经有一个文件名 然后咱们这里呢 就是去这样去写 呃 哎 稍等我再打印一个东西 他这个字段的名字 这里最好是直接去直接打印一个 点 点 我看一下他那个字段的名字 哎呀 然后呢就是咱们这里这样去写 就是 内幕这里 内幕这里实际上是可以忽略他的 然后 呃 他这里的话 这个东西就不是这样去做了 他的 刚才就是这个内幕 这个内幕实际上就是咱们的那个字段的名字了 然后 这个地方呢 就是直接file file 等于这个request.file 点guide 咱们这个因为咱们的字段的名字是确定的 就是avatar 对吧 就是avatar 然后这里的file的话 就是那个用户上传上来的那么一个东西 然后 如果这里能取到的话 iffile iffile 如果这里能取到的话 说明他是一切正常的 否则的话 咱们应该去给他那个抛出一个别的错误来的 然后这里呢就是那个抛出一个比如那个再给他来一个新的错误 error 什么 呃 就是 就是文件没有找到对吧 然后就是给他定一个新的error 然后 然后 come on 在error 这里 再给他定一个新的error 然后这里就是一千零三 好 然后呢就是 然后呢就是这个文件名文件名这里的话就是file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话就得重新的去给他取一下他的est name等于file 他是他的他这里在我本身呢他有一个名字 然后那个咱们的操作呢就是通过他去os.test. 刚才那个叫什么呢 sipeline sipeline 对吧这个东西 然后是他的 复一 对吧 然后把这个东西拼到这里来然后request urr 然后生一个东西 然后呢就是一个 呃 with open 这也是一个open 呃就是打开一个新的文件去写入这个东西 然后呢咱们把这个settings import进来 dramo.jingle.conf importsettings importsettings干什么呢 找那个咱们项目的一个绝对路径 咱们要把这个文件保存到咱们那个项目里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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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来 media里面去对吧 呃这个path的话 path的话等于什么呢 他首先是有一个那个settings的 based.r 呃 settings在哪 settings这里有一个based.r 对吧 这个东西这是咱们项目的一个绝对路径 然后呢 文件夹对吧文件夹是哪呢 media root这个东西对吧 然后login这个东西先给他先给他删掉吧 明天再说 然后 media root 这里也是settings media root 然后再往下呢 然后 当内部的话就是再把这个文件名给他 听起来对吧 然后呢 这是三部分 首先有一个基础的文件夹 然后这里有一个子文件夹 就是咱们上传的那个文件夹对吧 然后这里呢 是一个文件名 然后这三部分呢 这些东西要通过这个os.s.j 来拼接 当然咱们手动的也可以直接去那个什么斜杠斜杠 这么一层一层的去拼接 对吧 但是咱们手动去写的话 你现在是在linux下 假如那个 你后来你服务器搬到windows下的话 你这些那个 它的换那个那个分割服是不一样的 对吧 windows和linux它的换行服是 不是那个分割服是不一样的 入境的分割服是不一样的 所以咱们这里呢 直接使用这个pass.j 来给它那个做一个拼接 然后再继续呢 就是withopenpass 咱们这个叫filepass filepass 就是文件的入境嘛 对吧 然后这里呢 就是一个什么呢 wb 它是以二进制的形式 一点一点的给它写入进去的 明白吧 然后这里是is 咱们叫它newfile吧 或者叫那个 newfile吧 这样的一个东西 新文件吧 咱们直接那个 把内存里的 这个file 它是一个内存里的文件的类型 类型 明白吧 然后咱们把内存里的这个文件的类型 保存到咱们的这个服务器上 newfile 然后 干什么呢 实际上咱们保存这个文件的时候 那个是把它里面的一些东西一层一层的保存进去 咱们是一个f trunk in 标点 它有一个叫trunks trunks 这是个什么呢 实际上刚才那个我在操作的时候 这里已经 哎 怎么出去这么多 这已经操作过一次啊 就是这个f的话它有一个trunks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啊 当你上传的那个东西很大以后 trunk是块的概念 明白吧 trunk这个单词是块的概念 当你一个东西很大的话 那个你直接上来把这个整个的文件 像像那个硬盘上写的话 它会占据很大的内存 它会那个一次性把整个的 比如你上传的一个几百兆 甚至那个更大的一个文件 你要保存到那个硬盘上去的话 它会占据你很大的内存 并且硬盘那边它也会卡死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那个往硬盘上写入文件的话 最好是一块一块的去写 明白吗 实际上块的这个概念 在文件操作的时候经常会遇到 还有呢就是你像那个训练下载 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下载工具 了解吗 那些下载工具的话 它也都是把那个文件分成若干的小块去处理的 明白 所以咱们这里呢就是啊 他他天生的有这么一个trunks 咱们可以直接那个把这个利用他的这个trunks 把这个东西那个给他那个一点一点的写入进去 这里呢就是直接使用他的这个trunks 这个刚才他的这个trunks f.trunks实际上那个 它是一个迭代器的形式 你可以看生成器的形式 咱们在这里呢就是通过这个东西 belltrunks一层一层的把这个一块一块的给他写入进去 啊 然后new file这里怎么写呢 write 对吧 write 直接把这个chunk trunks一块一块的给他写入进去 写完了以后 这个文件就会存在于咱们的那个media里面 对吧 这样的一个处理流程 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就是直接去 return 一个什么呢 哎呦在这里就不是这个 这里是一个正常的 这里是一个正常的 如果这里那个没有这个文件的话 它是一个会返回这个error 对吧 这样的一个处理 啊好 然后呢咱们去看一下 这是这个文件的正常的一个上传的过程 咱们再重新的去写入 咦 到底这里又跑什么时候 是吗 T1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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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 C1 C2 C1 C1 文件夹不对吗 哦 他还没创建的 啊我忘了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之前是 之前那个处理文件 然后为了包店起研 当时使用的都是 那个那个那个包表单 包表单在处理的时候 他会自动的创建这个文件夹 但现在他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咱们就需要手动去创建 因为现在是纯手动的操作 对吧 现在的话这个文件实际上就已经被上传上去了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然后这里多了这么一个东西 并且这个东西已经正常的上传上来了 然后这里就是Avatar2 因为现在咱们的用户名就是 用户的ID就是2 然后后面拼着它的这个扩展名 所以可以看现在的这个东西是不是那个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这是那个只是把它只是把它那个上传到咱们本地了 然后上传到本地的话这就结束了吗 这仅仅是第一步对吧 这仅仅是第一步 咱们可以把这个过程 因为这个过程有点写的有点多 咱们可以把这个过程那个先给它单独拿出来 这是一个独立的逻辑 这个东西咱们可以给它拿到哪去呢 Logic 对吧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话就是FileSaveFile SaveUploadFile 然后 然后呢就是咱们把这段的过程把这段的过程整个的给它封装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这里也需要import一下os 然后也需要setting对吧 brownmove brownmove jingle.com import setting 这一小段还需要什么呢 File 这里需要一个File 咱们叫它那个 这个文件的最像的类型那种类型 我将叫什么那个memoryFile 这个memoryFile 或者咱们直接叫它UploadFile UploadFile 就是文件里面这些那个变量的名字最好能够做到那个词能达意这样的一个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File 然后这里呢就是会取出它的扩展名 然后request这里还需要request uid把用户的uid拿过来 uid 这里直接就是一个uid了 然后 uid 然后扩展名 然后有了文件名 然后是这个basedr file name file name file name是拼起来的 好 有了这些以后基本这个东西就可以写入进去了 对吧 newfile等于它 这是这个东西的一个风格 然后再接下来呢 咱们这个东西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咱们就可以把它那个拿到咱们的函数里面了 对吧 拿到咱们的这个位置了 这个这两个东西就没用了 这两个东西就没用了 然后就是下面下面这一整段的也就都没用了对吧 直接呢就是这个函数 在这里 在这里 from logic 这里已经拨了好几个 然后这里写入进去的呢 一个是uid 一个是uid 一个是那个文件对象 uid的话就是request.sensor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file 然后这个东西完了以后呢 这只是那个接收用户的第一步 然后定义好了一个用户头像的名称 对吧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就该一步的将文件上传到气牛去了 然后这里怎么做呢 一步上传到气牛 再写一个接口 再写一个接口 对吧 然后还需要引入什么呢 from 气牛 呃 气牛 实际上咱们可以直接在气牛那里做一个包装 就是 气牛上传的时候 哎 气牛的那个呢 气牛 气牛 咱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函数变成一个一步的 对吗 因为上传的话 咱们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需要那个直接一步的去上传的 对吧 所以咱们可以把这个东西直接变成一个一步的 就是变成这样 呃 气牛 然后呢 咱们可以直接把它变成一个一步的 但是有些时候为了方便调试呢 咱们那个需要先把这个东西保留了 然后可以再定义另外的一个 比如async upload 大家看一下这句话能理解吗 最后的这句话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咱们咱们的这个call by worker 它是一个装扬器还记得吧 它是一个装扬器 然后我如果正常使用的话 我是直接在这个位置 我如果正常使用的话 我是直接在这个位置去给它那个装饰一下 对吧 然后现在我没有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保留这个正常的过程 因为如果我一旦在这里那个把它装饰完以后 正常的这个过程 无论我怎么调用 它都会跑到 都会跑到那个Cellery那里去 对吧 有些时候咱们为了方便调试 咱们需要手动的去执行一下 对吧 比如那个可能Cellery出了问题 咱们需要手动去执行一下 这样的话 咱们既有这个正常执行的过程 又有一个异步执行的过程 而下面这个东西实际上我就是手动完成了一下 对这个函数的装饰 这是手动装饰 这是手动装饰的过程 手动装饰 定义出 一步上传 这个东西的话 虽然它看起来是一个变量 但是咱们知道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 函数 对吧 这个东西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函数 而且是被咱们的这个东西装饰过以后的函数 这个能理解吧 这样的一个东西 有了这个以后 咱们操作一下既有同步的过程 就又有异步的过程 然后咱们在这里呢 直接把这个东西 import进来 7牛 from vib.qcloud 然后import咱们的async 这东西 然后呢 就是在咱们的这个位置 在咱们的这个位置实际上可以直接在这里 这个完了以后可以直接在这里去给它做一个交用 对吗 对不对 因为这两个过程反正都是那个都是为了上传那个图片去使用的嘛 这样咱们还能少定义一个函数 直接定义 直接那个写这么一个函数就行 然后upload to 7牛 然后这里的话 刚才那个函数的函数是什么来着 一个localfile 一个是k 一个localfile 一个k 然后这里的话 localfile localfile实际上就是咱们的这个文件的完整路径 对吧 本地文件的一个完整路径 而k呢 k的话7牛上面什么 呃 咱们本地是什么名称 实际上7牛这里也是什么名称 对吧 当这里上传完了以后就可以去 呃 就就算是ok了 但如果那个更严格的话 你可以让他这里有了反汇值以后 让他自动把本地的那个文件来清理掉 因为7牛那里有了这个文件以后 本地就没有必要再留那么一个备份了 对吧 呃 如果不这么呃 不那样去写的话 就是需要一些维护 程序员维护的一些人员 手动的去呃 把本地的一些文件给清理掉 也是ok的 明白 这这这这这些过程都是ok的 好 这样的话 咱们的这个过程就算是结束了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呃 这里 诶 这里是要先把咱们的这个walker 跑起来 呃 sauce一下 sader sader先把它跑起来 好 现在可以看到他这里直接就发现了呃 咱们这里有两个这么一个异步的任务 对吧 一个是7牛的这个东西 然后一个是咱们前面定义的那个 发送验证码的那个东西 好 然后上面的重新把咱们的 程序 跑起来 再然后呢就是哦 还丢了一个过程 就是这个东西上传完以后 咱们应该还有一个过程 是什么呢 url 对吧 咱们应该把这个url 保存到哪去呢 保存到这个数据库里去 是不是还差这么一步 呃 一步上传那里有了 然后是不是还差最后的这么一步 对吧 这里上传完了以后 呃 写东西 然后拿到咱们的logic这里来 这是这个加上这些注释 啊上面是这个 获取文件并保存 并保存到本地 是保存到本地的过程 然后这个是呃 保存上传文件 并上传到 新牛云 好 这是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再往下 上面这一小段是一个上传的过程 然后不是是一个保存的过程 然后这一小段呢 是这个上传新牛云的过程 然后再完了以后呢 就是咱们一步 呃就是咱们那个保存到数据库里的一步过程 这里的url是一个什么呢 url的话实际上是先把用户的那个 这样 不是先把那个settings 不是settings 它是那个config里面 config在这里 config里面咱们定义了一个什么呢 看着 config 它里面有一个 七牛的 base url 对吧 然后把这个东西和用户 咱们定义完的那个文件名给它 拼起来 对吧 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url了 然后这个东西怎么拼呢 链接链接这些东西怎么拼来着 url的话实际上咱们可以 url 从url lab 当然你也直接手动去拼也是完全ok的 一个url 它有一个url的招 这样一个东西 有那个实际上跟那个pass点招很类似 你这里abc 然后传一个 呃 这么一个东西实际上 哦 bass 这个这个这个 啊 这种啊 他是先把那个bass写上 然后是后面的这个东西咱们这里实际上也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对吧 直接从这个地方 import一个这个的Draw 然后呢 就是把这个URL给它拼起来 拼起来以后 就是直接去 直接把这个User也传进来 这样操作User的话会更方便一些 User 然后这里就是UserID UserID 然后呢 这里就是User点 它的咱们的那个字段叫什么 Avata Avata等于这个URL 然后呢就是User点 Save 对吧 到这里的时候 咱们整个的这个过程 是不是才算是完成了 然后API这里传入的就不再是UID了 这里直接就是Request点User 好 这是整个的这个过程 然后呢就是去试一下 好 然后就是咱们这个本地的这个文件实际上已经上传上去了对吧 刚才那个有同学提到就是可能会有覆盖 咱们就故意去给它覆盖一下 刚才是一个小狮子是吧 一个小狮子 然后呢就换成一个啊 幽默花道 直接去send 好 然后完了以后可以看一下咱们这里的状态 实际上这个东西它就已经开始上传了对吧 编写了这个过程 not the font 诶 难道这里失败了吗 no such key 什么地方送了 你们看到了 已经上传了 诶 它为什么会抛出一个这里是两板 刚才 确实已经上传上来了对吧 但它这里 刚才是我看多眼的吗 是个赛斯的 诶 刚才是在哪看到有一个错误来着 好像 哦 这可能是两次的任务 这可能前面 诶 不对 时间 时间是一样的 这怎么还会有一条失败的 not the font 这么一个 记录 不太清楚它这个是怎么怎么打印出来的 但是咱们这个文件 确实是已经上传成功了对吧 可以看到 并且这个地址 是不是就是咱们那个已经拼接好的那个地址 可以看一下 呃 user 咱们来获取一下这个user bramuser.models importuser 咱们user的id就是get id等于2对吧 这是这个u等于他u点kawata 这里有宝库做错了吗 呃 url config 犀牛 base url 啊 这里丢了http了 啊 这个 看这里htps应该是 htps 好 然后重新重新来一下吧 那个再换一个 只要那个这里你可以看 现在啊 这个因为因为这个名字 扩展名扩展名那个不一样 所以它还是两个 呃 再换一个 换一个 这个吧 换一个小猫的 然后重新上传一下 现在应该也是已经已经上传成功了 然后咱们再去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现在这里还是有着没有 因为它这里有覆盖嘛 对吧 然后咱们去看一下这个u 重新获取一下 u点avac 对错 好 现在正常了 然后咱们实际上程序里面 如果前端的人 呃 前端的开发者看到这个东西的话 他就可以根据这个把这张图片 哎呀 哦 这里htps还错了 只能是ht是吧 行吧 一些一些小问题 这里把s还去掉 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重新给它覆盖上传一下吧 实际上到这里的时候 咱们这个东西已经成功了 对吧 到这里的时候 呃 然后再来个皮卡丘吧 好 然后u等于这个东西 u点avac 实际上前端这里那个他们会他们前啊 前端的人员见到这个ur以后 他们会自动的向服务器发送请求 然后那个就会把这个头像替换呃就啊 放到那个合适的那么一个位置去 到这里这个东西才算是呃 这到这一步才算是那个完整的完成了 就是包括那个上传气牛云的过程 包含那个咱们本地本地这个文件处理的过程 呃 然后那个发现那里有一有一些地方记错了 然后中间出现了一些小状况 呃 跟大家道个歉 呃 呃 OK 到这里的话 这个东西就算是完全了 对吧 今天上午的那 今天上午的那